嗨你好又见面了 你好很高兴在巴黎见到邓维 先请邓维给所有全球的Dior的朋友和喜欢你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邓维 然后呢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巴黎的Dior时装秀 然后非常的荣幸 是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啊来到巴黎看Dior的秀 第一次 还是得为我们看邓维的心情怎么样 非常的激动 然后也非常的开心 也很期待 是我能感觉到啊 今天其实是完全贵公子的模样 这上面其实真的非常重工的体现了Dior的高顶的工艺啊 但我看到了邓维所释放出来的Dior的那一组街拍 对那组街拍其实是很轻松的 有一点法式的松弛感在里头 对是很放松很慵懒 但是又很帅很酷的一套衣服 对啊 那这个邓维来到我们的这个女装诚意的这个秀上面啊 那比如说对于女装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吗 或者你喜欢看到怎么样的女性来穿着Dior的服装 我觉得我看到Dior的服装 我会想到Dior的经典的一些元素的运用 以及我会更加关注一下流行的趋势方向 流行的趋势的方向啊 你看现在现场来了一只美丽的小蜜蜂 对 是被等为新颖而来的 你刚看到进门的时候 你所有的粉丝了吗 我看到了很开心 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几句吗 就是辛苦了 然后大家不远万里来看我 然后非常的感动 对他们叫钻钻是吗 钻石们 对钻石们 他们其实在门口真的等了很久 我刚才一路进来 也非常开心 因为你是第一次来 所以他们想要给你更热情的拥抱啊 对已经感受到了 对而且我觉得邓维来到巴黎 我觉得是带来了中国时尚军团的新鲜的气质和自信的力量 很不一样啊 很不一样 在你身上完美的呈现了 那我们等会儿呢 在当地时间三点钟一起来看秀 好吗 好的好的 看完秀之后 我们再来和邓维一起分享 好等一下见了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邓维 再次欢迎邓维 我又来了 你又来了 好高兴 我们希望你一直在 跟邓维聊天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你刚才也看完整个大秀啊 然后你此刻 我觉得你应该 我能够感受到你是激动的 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此刻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巴黎看大秀嘛 然后迪奥这次的秀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震撼 我想作为 虽然它是女装啊 作为男性来说 应该也有自己的感受 你刚刚看了哪些女性的服装 让你觉得 有点记忆深刻的吗 我觉得是一些迪奥的经典元素 像是流苏啊 还有刺绣鞋 我觉得非常巧妙地 融入到了这个运动的 这个衣服设计上面 然后加上开场的那个装置艺术 射件的装置艺术 我觉得展现出了女性的力量 非常的震撼 你说的好全面啊 是吗 对 因为其实刺绣和流苏 它就是迪奥非常经典的元素 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体现 我身上也有的 对 我们以为问一个男性啊 他可能对女性的服装 没有这么了解 没想到你琢磨过了 对 钻研过了 关注了 对 还有刚才那个装置 包括我们现在 它正在我们面前 还有刚才那个射箭的 那个运动员 那个艺术家 爸 那一家 对 我觉得它非常有力量感 有力量感震撼到我了 因为它当时走过去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诚意作品嘛 然后我说背着这个箭 我说这个look还蛮酷的 有一些配饰 直到它走到里面 开始拉弓射箭的一刻 我说哇 好震撼 非常的充满力量感 因为这个秀 我也了解到 它是从这个古希腊的 这个亚马逊女战士 摄取的这个灵感 然后所以说我们看到的 很多罗马鞋之类的 它会有一些 以前像是斗兽场啊 那种元素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强大 我觉得我要记下来了 感觉主持人 觉得应该要向你学习一下 没有没有 真的是这样 而且没想到我们的感受是一样 对 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它是在走秀 那你也是有认真看的 谢谢 邓维的夸奖 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力量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都能够体会到 还有就是 中国时尚军团的力量 再说一遍 非常强大 对 欢迎你来到巴黎 以后要常来 好的 谢谢你对迪奥的支持 好 谢谢邓维 好 谢谢